每年农历七月 士林都会举行四角头联合普渡 从七月一日开木门 14号放水灯 15号普渡 最后当然就是关木门 在士林的这七座木门 在农历七月的时候 都会进行把木门打开的象征性动作 他们会一起上香祭拜 在两点整会进行开木门 象征鬼门开 展开一系列的普渡活动 农历七月又到了 在七月一日这一天 台湾大大小小的庙宇 都忙着要把鬼门打开 我所说的就是开开门 而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基隆老大公庙 但今天单程女营车 想跟大家介绍的是 在台北市的士林 已经做了160年的事情 那就是开木门 没有错 是真的把坟墓的门打开 让里面的好兄弟 都出来透透气 是货真价实的鬼门开 在鬼门开这一天 这里一共要开七个门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门要开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说起台湾的鬼月文化 就一定要提到台湾的历史了 几百年来台湾这块土地上 有原本就居住在这块土地的先住民 而接着迎来了西班牙 荷兰 日本人 还有大量来自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汉人 而这些汉人又分为闽南和客家人 而其中还有分张州、泉州 不同的族群为了争取土地 或者是争取资源 彼此常常产生纷争 像是张州人、泉州人的泄斗 民众与政府间的抗衡 这些事情不断的上演 也因此 这块土地上常常有大量的死伤 而这些过世的人 不见得有人可以处理后事 而因此最后 经常是由当地的民众来协助向后 所以台湾各地都有 像大众爷、万山公、有应公、百姓爷 一民庙这些庙宇 供奉或者是祭拜这些无主孤魂 而清代晚情之后 台湾各地都有为死难者普渡的大型几次活动 一方面是为了安抚这些死去的孤魂 而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化解仇恨与对立 演变到了现在就成为了中原普渡 在台北市士林的中原系列活动 它的故事就源自于这样子的历史背景 每年农历七月 士林都会举行四角头联合普渡 而这四角头所指的就是四个区域 分别为 士林街的士林旧街核心街 石牌的中美 石牌、北头、竹子湖一带 北山指的是平等礼 而山自然说的就是蓝牙天母一带 四角头几乎含瓜了所有士林区 就像是以前我们去过的基隆中原记 普渡是由不同的姓氏人流主办 这里也是由四角头来人流主持普渡仪式 而且也是一整个月都有活动 从七月一日开木门 十四号放水灯 十五号普渡 最后当然就是关木门 而这些活动都跟士林当地的七个万上堂有关 这一天我们由地方骑老带领我们参与开木门的过程 今天的第一站在枝山岩上面 这里有一座圆拱造型的圆秋 前面写着《铜龟锁》 其实这就是一个无主孤魂的木 光这座木就收纳了超过百人以上的一股 这一座铜龟锁原本叫做大木工 其中所收敛的就是林爽文事件相关的遗骸 而后来随着时间发展 也有很多罗汉咖 也有很多因为张权泄斗而过世的人 才改座叫做铜龟锁 据说后来这里还发生许多神奇的事情 传说晚上经过资山岩这一带 常常会出现打斗砍杀的惨叫声 而隔天还会在墓的外面找到尸骨 但这个坟墓本身看起来并没有被打开过 于是民众就请示开张圣王询问发生的原因 后来了解到 原来是因为张权泄斗的罹难者 死后也不愿意合仗 双方的人马还是没玩打架 打赢的就把打输的骨还给扔出去 后来民众只好另外再找别的区域 把全州籍的尸骨牵出去 这里才逐渐安定下来 是不是很神奇呢? 说真的他们是到底怎么样知道谁是全州籍的呢? 资山岩是鬼门开这一天的活动重点 通常会邀请士林北投49位里长 士林北投区的市议员 立法委员立林共襄盛局 他们会一起上香祭拜 在两点整会进行开幕门 象征鬼门开展开一系列的普路活动 接着我们来到了养德大道附近的永福里圣公妈庙 它是橘色乌瓦的屋顶 墙壁上也贴着红色的瓷砖 外面还有一个香炉和一个小广场 不说我还以为它就是路边的土地公庙 但没有想到这座居然也是一座无主无分 而这座圣公妈庙后面其实还有一个空间 铁门是上锁的 里面也收纳了很多无名尸骨 而这些无名尸骨分别来自于士林地区 而有的是原本养德大道上抗日人士的义骨 接下来大家来看到的是平等礼的万善堂 跟内双溪的万善堂 这两座都是台北市第一殡仪馆承办的无主墓园 平等礼万善堂收纳的是 整件芝山公园的时候所挖出来的骨骸 而内双溪万善堂所收纳的是 扩宽大道路的时候所挖出来的骨骸 在士林的这七座墓门 在农历七月的时候 都会进行把墓门打开的象征性动作 依序开这七座墓门 其实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呢? 单程旅行社本来规划是要在 2023年的鬼门开这一天 跟着骑老们一起出发 但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在出发之前遇到了磅磅大雨 摄影团队因为有比较多怕水的器材 只好等到雨比较小了才跟上队伍 所以我们只看到了四座墓 而这七座墓园分散在士林的各个区域 而且几乎都不是一下车就能够抵达的地点 里面有好几座甚至是需要跋山涉水 有的还要经过私人的农舍 爬很多的石头阶梯 而且你要想 如果它本身是有石头阶梯 还算是好的 像内双溪的地点 它本身还要经过野溪 通过长长的竹林才能够抵达 这一趟路真的不算好走 它必须要花蛮大的体力 也因为早上的磅磅大雨 这些路真的非常的凝凝和湿滑 走完四座墓园 单旅的团队真的是又累又喘又狼狈 不过这一路上 看着带领我们的地方勤劳 他们坚持的背影 我们内心真的非常的感动 从有记录以来 士林开墾已经超过三百多年 有多少人在开墾的过程当中 因为族群的冲突 疫情天灾而过世 即使他们不被历史所记载 而我们也早就忘记了他们的姓名 然而到了现在 还是有人愿意为了不认识的他们 坚持把路走完 进行这些仪式 为这些曾经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无主乌坟 尽一份心力 我一直相信中原普渡就是一种共好的精神 即使没有姓名 我们也一视同仁为他们进行击败 在台湾 除了士林 我相信还有很多地方也都存在了类似的仪式 可能仪式本身并不甚大 也没有被我们所认识 但仍然有人坚持着用有形的仪式 传递的无形的情意 让人间处处都是温情 所以大家也许才会因此说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你说对吗?